又有一隻豪華大遊船來到香港 他照例拍在海運大廈馬蹄 這個是船主 大遊船帶了很多遊客來 因為香港是叫做東方之珠 遊客來親遠東 香港幾乎是他們最經營 海運大廈裡面 剛剛有無線電視示範播映 連流行樂都被拍入鏡頭 即影即放的 在電視機看得到 玩音樂班人固然賣力 聽眾就更加賣力 流行音樂到底是年輕人的世界 這位遊客不是年輕人 他寧願靜靜地參觀一下貿易發展局陳奕的香港貨 原來這位先生人老心不老 看著我都很掛 只顧著看女人 海運大廈的商店老笑咸儀 你看看小蚊仔玩具一樣有 也謂說不開心 海運大廈裡面也有經濟飯菜 每位只收兩元 嘩 這位肥叔叔真的厲害了 當然是三餐未吃飯都不頂了 再來一碗白飯 嘩 真的嗎 這麼厲害 是你 遊客來到香港 多數是歡喜看一下四方色彩的東西 那最好是看大戲 這些東西我們在這裡見慣見熟 外國遊客來都 就是樣樣都覺得新鮮的 我又不是那麼漂亮 為什麼這麼多遊客喜歡看我 果園海運大廈的那間緝師隊 他們是隸屬工商處轄下 專門防止走私 現在緝師隊要想大臣緝查師科 好 插師工作相當辛苦 很多時候 孔孔喇喇喇的要見到 這包是非常值錢的毒品 海洛英靈 廣告碼頭的行李 一樣要守 因為走私客無恐不由 用到通心木頭來運毒品 神不知鬼不過 嗯 這個盤有個暗格的真是厲害 這裡是天離地城焚化爐 一包一包毒品運到這裡 解決這些毒品的唯一辦法 就是燒之災 開啟 這陣子就映珍貴了 道友見到流了口水 緝師隊除了掃毒之外 還有第二種工作 即如緝土製師酒也是工作之一 師酒雖然沒有毒品那麼值錢 但仍然有人釀製的 那些酒可能會引壞人的 為了斬草除根 連釀酒儀器都弄壞它了 不如抑一下水裡的魚更好過了 說到水 現在我們就說說第五十五屆渡海泳 比賽未開始之前在九龍碼頭集合 外國英姿真是不讓鬚味 喂 一會兒我們怎麼下水 那裡呢 撿住行頭慘過敗家 我們真是快點跳下去吧 我就沒眼看了 等我啊 現在五百幾個報名永遠都下水了 最老那個是六十三歲 最亂那個只有八歲 老人家心有餘力不足啦 大會人員沿途照顧周道 武力再游的呢 就就回上船 那啊 終點在望啦 你看看人山人海啊 黃敏昌一馬當先 守著第二的是陳耀邦 黃敏昌二十三分 應了六猶豫全城得獲貴軍 過終點的時候 還來一個鯉魚反準 第二名是陳耀邦 第三名就鬥得認真激烈啦 結果又沿海城獲得 快走魂 黃敏昌海城得爭王後馬頭 現在向尤榮總會辦事人報到啦 黃敏昌只有十五歲 陳耀邦更年輕 現在只有十三歲 女子組貴亞軍到終點了 是廖少華和蘇美偉 這位小姐捱了住,要人急救 加利時先生頒獎給黃敏少 再頒獎給陳耀波 還有廖少華和蘇美偉 歡迎光臨,顧問人,人人都贊好東西 這位小朋友都贊了一份